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今秋时节马上要迎来华人的中秋节了 也惊喜的看到安省的油价终于也下降了 周一一大早在店里拍视频感觉像周末一样 各种肉类都在打折 购物的人群多的感觉到了节日的气氛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到底有什么好折扣 使得人们这么积极的购物了 Costco新上的这个汽车玩具 它是按着特斯拉1比10的比例制造的 而且还有一个遥控器 可以让车迷享受模拟驾驭的乐趣 不过目前没有折扣 价格是89块9毛9 我家小朋友就特别喜欢特斯拉 在回国度假的时候 看见车行在售卖特斯拉 他都进去试一下 由于特斯拉在上海有超级工厂 所以特斯拉在中国的售价仅二三十万人民币 大疆的无人机迷你第三代 它可是热爱户外摄影机运动人士的心头好 这个迷你无人机它仅重249克 可以做到真正的垂直拍摄 大疆的无人机在质量和技术上一直是遥遥领先 Costco目前打折的这个迷你第三代 里面还包含三条电缆 以及智能飞行电池 云台保护套以及螺旋桨等 目前优惠100元后的价格是900元 这个价格要比Best Buy便宜很多 但是和亚马逊上的价格差不多少 有了它 今年秋天就可以自己拍摄枫叶满山红的景色了 这周发现Costco上了不少厨具 而且有的厨具也更新换代了 打折的Ninja这个12杯容量的咖啡机 它适用于咖啡粉末或者是袋装的咖啡粉 能够制作经典浓郁或者是嘉宾以及特色的咖啡 它的侧面还有一个折叠的奶泡机 所以它的实用性还是挺强的 本周减40元后的价格是160元 打折的这个一组三只带条纹的陶瓷碗 每一个都不小 最大的26厘米 最小的也有19厘米 它可以放入微波炉 以及不超过400华氏度的烤箱内 本周每一组减了5元 很惊喜的发现Costco有这个折叠的购物车了 目前没有特价 价格是39块9毛9 这个购物车大概有一个小骷髅那么大 Costco这一款它竟然可以承重165磅 还有一个盖子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用它来当小桌子 四个轮子拉起来非常方便 后面的两个轮子还可以固定 我注意到这个购物车是上周在韩国的时候 儿子抽奖得了一个 他特别喜欢拉着在韩国到处走了两天 但是我们回来的时候我行李实在是放不下 就留在酒店送给清洁人员了 现在有Costco这个质量更好 做工更精致的可以弥补它的遗憾了 今年这个一组三个的切菜板很特别 它里面80%的材质是由回收的水平制成 对刀具更加的温和 而且两面都可以用 还有可以挂起来的把手 目前减5元后的价格是18块9毛9 库存已经有限了 NoWare Farm的记忆枕头又有折扣了 它这个枕头采用的是具有支撑作用的 清爽凝胶记忆海绵 用多久这个枕头也不会变形 至于外面的枕头采用透气的 安伦和迪伦魂紡 还可以拆洗 本周减8元后的价格是26块9毛9 不过这个枕头比前几年的老款薄了很多 Lyso的洗衣液 这一大桶4.43升 Lyso的洗衣液它的特点是杀菌功能强大 目前减4.5元后的价格是17块4毛9 柯克兰的洗衣液 这一大桶足足有5.73升 本周黑卡会员每一桶有5元的折扣 谁受大家欢迎的这个小熊厕纸又打折了 这一大卷内有30包 每6包还有一个独立的小包装 这个厕纸它都是双层的 柔软而且也不影响它的韧性 本周每一包减5.9元后的价格是22块9毛9 另外和它品质一样的 还有柯克兰自己品牌的这个厕纸 它也是双层结构比较柔软 不过这两个牌子的厕纸现在都涨价不少 柯克兰品牌的原来才17块9毛9 现在已经涨到21块9毛9了 并且从来也没有打折过 厨房纸也打折了 但是是Sponge这个牌子的 这个牌子不如旁边另外一个绿色的质量好 但是每一包减了8元折扣力度是够大的了 秋季的花卉都已经开始出现了 Costco这个超大盆的菊花 直径有14英寸宽 有好几种颜色 售价是15块9毛9 这个儿童第三的举嚼片 每片含有400IU的标准剂量 可以弥补冬季日照不足钙缺乏 更有效的维护儿童的骨骼以及牙齿健康 一瓶365粒刚好是一年的量 本周每一瓶减3.5元后的价格是12块4毛9 含有Omega3的儿童软糖 它里面含有深海鱼油的提取物 可以适当的促进儿童神经发育 并且提高智力和视力 一瓶内200粒 目前减4元后的价格是11块9毛9 这个软糖孩子们都挺爱吃的 这个是印度人参胶囊也称为最茄片 它能够帮助减缓压力释放焦虑 同时对失眠也有一定的效果 一瓶120粒 目前优惠4元后的价格是15块9毛9 通常只会在周末才出现的这个巧克力蛋白奶饮料 还是第一次在周一一大早就遇到 不过不到一个小时就被人们搬空了 同样是蛋白奶饮料 其他的牌子就没有Fair Life这么受欢迎 除了口感以外 这个牌子的蛋白质含量确实是没有Fair Life的高 不过它的单个价格要比Fair Life便宜不少 本周打折的亮点都聚集在食品区 原价22块9毛9一公斤的有机鸡胸肉 本周每一盒减了8元 鸡胸肉可以直接烧烤 也可以切成块丝来炒菜 但买纸的含量极其丰富 虽然有机的鸡胸肉打完折也不便宜 但是吃着更放心一些 Costco非有机的鸡胸肉价格是14块9毛9一公斤 不过我还从来没买过 原价7块4毛9一公斤的鸡大腿 也是每一盒优惠了5元 过中秋节要包饺子的可以去买肉馅了 一卷3公斤的这个猪肉馅 减了5元后的价格是15元 又看到这个野生的壁谷鱼流打折了 依旧是每一盒减了5元 在它旁边看到这个整条的野生青鱼 虽然没有打折但还是第一次在我们温莎门店出现 我查了一下青鱼的营养价值还是挺高的 它含有大量的油里脂氨酸 很容易变脂 所以买来之后要尽快的吃掉 这个鱼11块9毛9一公斤倒是不贵 但是它身上这种夸张的蓝色条纹 让我看了有点下不去手 其他的鱼类以及生鲜食品 在Costco的柜台供应都很充足 这个一组两条的羊奶酪 黑卡会员折扣每一组优惠了三元 羊奶酪含有更丰富的钙以及蛋白质 比普通的奶酪更容易消化 但它的味道还是独特一些 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 孩子们喜爱的大理石花纹的芝士条 一盒内有40个 本周捡三元后的价格是10块6毛9 用来夹面包的帕尼尼火腿肠 一组里面有两盒 每一盒内有三种不同口味的 这个帕尼尼肠的特点是肉片薄又大 但是我发现一开封之后两三天就得吃掉 否则的话就会变质 对家里人口少的还是有一定压力的 这个每一组减了三元后的价格是10块9毛9 这个每一组减了3.5元的鸡肉卷饼 味道超级赞 里面有一份烧烤味的鸡肉 蔬菜酱以及八张玉米小饼 是非常不错的午餐选择 我们温莎店内还一直有 这个一袋两颗的大白菜 而且价格一直是5块9毛9 打折的这个披他饼脆片我特别推荐 它是由小麦面粉加上植物油 以及海盐烘焙而成 有着披他饼的面香 也有着薯片的酥脆 是相对健康的小零食 而且这一大包减两元后才4块9毛9 这个一袋737克用来拌色拉的面包碎 也是挺好吃 它还可以配着西式浓汤 虽然自己也可以将面包煎一下再烘烤成这样 但是这个一大包打完折才4块4毛9 我觉得更方便吧 我在之前的视频已经多次提到过 这个最好吃的意面酱 还可以用它来炒海鲜或者是牛肉酱 本周每一组又是减了4元 这个是添加了各种香料的海盐 很难得的是本周优惠了2元 不过这一小罐只有500克 它在亮点就是所用的香料都是有机的 我个人觉得日常食用盐用这个一罐2.27公斤的粉盐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个粉盐价格稳定供应也充足 刚从国内回来还真有点不适应Costco的物价 我买了8样商品就已经快200元了 好 本周的特价商品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